这个男人拿着从超市买的东西 突然发现手上沾着血字 他反应过来 这肯定是超市的收银员蹭上的 这时他看到收银员 拿着啤酒走出了超市 回想收银员收钱时的异样 他猜测里面肯定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他重新走了进去 果然发现有人被害 他作为唯一的目击者 被警察留下指证凶手 在监控里发现了 凶手和被害人交谈的画面 但是监控只有图像却没有声音 男人靠着自己的天赋 唇语破解了双方的对话 原来被害人警告对方 不得在店内饮酒 众人都惊讶男人的说的 只有女警郑清晨相信他说的话 因为他发现凶手躲在一旁 偷偷将酒打开 被害人听到开酒瓶的声音 而这时男人想要离开了 却被女警郑清晨追了回来 因为他们发现 后来被害人又说了一句话 才是导致凶手对他下手的原因 男人复述了被害人说的话 没叫养的家伙 他是没爹娘养吗 告诉了众警察内容后 男人赶紧离开了 警方通过线索 找到了凶手藏身地底 闯进房间时 发现凶手已经不在 小郑发现 凶手正在墙外向上攀爬 赶紧追了出去 却没想到竟有人扔了一条绳子 帮助凶手脱逃 当众人追到楼顶 发现凶手再次消失 小郑发现凶手消失的原因 原来靠着梯子逃到了对面楼 众警察只好去对面围追堵截 却没想到凶手太狡猾了 他竟懂得孙子兵法 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 当警察从他身边路过 凶手才放心地从车底爬了出来 却没想到被一把枪对准了脑袋 小郑一个迂回 发现了凶手 就在他要将凶手绳之以法的时候 一个神秘人出现 制止了小郑的行动 电击枪也因此摔坏 凶手趁机逃跑 小郑和神秘人打到了一起 几招没有制服神秘人 却将神秘人的帽子打掉 露出了一头大波浪 也不知用的什么洗发水 还没等到小郑惊讶 对方是个美女时 神秘人瞬间地消失了 这个状况让小郑彻底呆住了 当他将神秘人救了凶手 并离奇消失的事情 告诉了队长 队长根本不相信他说的话 只以为是小郑追丢了凶手 找个借口而已 小郑只能如实地将此事 做了记录上报上去 却不知 他上报的所有内容 都被那个目击证人看到了 靓仔凭空想象 就能完美复刻一把手枪 当他完成自己的制作 发现电视正在播报 杀人犯逃走的新闻 靓仔很早就来到办公室 第一件事先给领导倒垃圾桶 还不忘看一下 领导都使用过什么东西 同时对他的做法嗤之以鼻 不懈他每天拍领导马屁 靓仔小和是政府管理局的员工 在他们工作的大楼 电子也能够扫描各种违禁品 发现后通过手机提示 只有将违禁品扔掉或者交出 所有人员才能继续通行 因为这栋楼是全球的保护单位 小和通过内部权限 查看到警方的上报记录 知道了有神秘人离奇消失的信息 刚刚看到关键处 女领导突然一个电话打给同事 小和怕被发现 赶紧利用桌面的小镜子 查看领导的唇语 然后放下心继续翻盘 女警照清晨的汇报 也许别人不相信他说的话 但是从小经历过太阳风暴的小和 想要知道这个神秘人是谁 因为在十几年前 太阳风暴席卷整个地球 全球的天空变得五彩斑斓 飞机失势 森林大火 全球差点陷入瘫痪 小和眼睛瞪得老大 外面的天空变得让他害怕 只好躲在被窝里写作业 上体育课的赵清晨 因为摔倒 来不及跑进教室 去躲避这五彩斑斓的电磁风暴 但是炮菜国当局却站出来 准备开启全球防御网 整个基地在军方的保护下 戒备森严 其实 所有人根本没有信心会成功 但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全球各国的首脑 都在盼望着防御网能够拯救地球 拯救全人类 但是倒计时开启后 防御网却毫无动静 正当所有人不知所措时 防御网莫名其妙地成功练剂 大家都很兴奋 女领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说了一句只有她自己懂的话 女领导说的她又是谁 小和听到电视再次传来声响 打开窗 发现天空已经恢复 摔倒在地的赵清晨 发现极光正在快速消失 防御网拯救了地球 十几年后 在防御网基地工作的小和 看到了女警做的神秘人的画像 却不知赵清晨 在消失的神秘人帽子里 发现了神秘人的一根头发 神秘人正是十几年前 帮助炮菜国建立防御网的人 在防御网启动失败后 神秘人出手帮助 防御网才能成功练接 炮菜国政府为了寻找神秘人 成立特殊部门寻找她 代号幽灵 特殊部门管理局员工小和 因为意外成为凶案现场的目击证人 进而了解到女警赵清晨写的汇报记录中 记载了她在抓捕凶手的过程 遇到凶手被神秘人解救 并离奇消失的事情 紧急向自己的上级催局长汇报此事 因为他们部门的任务 就是寻找神秘人幽灵 局长要求他们不许外传 并删除了赵清晨的记录 然后带领几人赶到警局 接手了金马路凶杀案 因为赵清晨去了国搜科化验DNA 小和与同事宋宇珍 只好前往国搜科企图接住赵清晨 以免神秘人幽灵的事情外泄 而此时的赵清晨已经拿到了 幽灵的DNA报告 专家称从来没见过这样的DNA 因为检测报告显示 该人的骨骼已经成为粉末状 可以说相当于死了很多年了 赵清晨听了感觉有点不可思议 因为他真真切切地和那女人交过手 神秘人还用一块神秘石头 伤了他的手臂 当他要离开的时候 接到了警局领导的电话 应该是管理局施压 让赵清晨上交DNA报告 并守口如瓶之类的话 当小和二人到达国搜科的时候 发现赵清晨刚刚开车离开 经过一顿紧张的追逐 虽说被截停 但是赵清晨并不想将案子交出去 可是没办法 经过小和的辛苦劝说 赵清晨将报告交给了他 然后宋宇真好意地告诉他 一定要对外宣称 自己还没有看报告的内容 紧跟着小和与宋宇真再次找到了 国搜科的专家 等他们走后 专家开始上网查找退休的待遇问题 看来管理局这个特殊部门 权力真的是很大呀 画面一转 杀人犯金马路正在街上闲逛 当他看到一个人正在数钱 他犹豫了 动了抢钱的心思 当机力断抢了就跑 这个动作似乎卡跌了 重复了几次 看着他已经把钱拿走 被抢的人一摸口袋 发现钱还在自己的屁兜里 他闷闷了这人疯了吗 怎么摸了自己屁股一下就跑呢 难道是个变态吗 金马路自以为自己抢到了钱 停下后却发现手中空空 以为是不是掉在哪里 回头刚要寻找 却发现有人站在自己眼前 金马路害怕了 因为那天神秘人解救他的时候 他发现这女人瞬间消失了 金马路赶紧逃离 却不知神秘女人正在楼顶看着他 这个男人带着从单位拿回家的垃圾 开始查验指纹 原来他每天帮助女领导收拾垃圾 都是有他自己的目的 他看到女领导带着神秘人的资料离开 暗中记下电梯的楼层 回到家 黑进单位的监控网络 查看女领导的行动轨迹 在最后关头差点被防火墙发现 还好眼棘手快关闭了电脑 虽说他在垃圾中并未发现有用的东西 但是他决定亲自处理 去凶手金马路的住所一探究竟 可他不知道的是 在暗处正有一双眼睛盯着他 他好像发现了什么 当他拉开柜子门 什么都没有 而旁边却冲出了一个人 男人竟被女人打倒 他在黑暗中感觉这个人貌似神秘人幽灵 他非常想知道幽灵到底是谁 他知道神秘人会消失的能力 任谁也想不到这个大男人 竟对着神秘人哭了 神秘人开口说话 没想到竟是女警赵清晨 他很意外 小和刚才给他的感觉是 小和应该是认识神秘人的 但是小和并不想说什么 赵清晨来这里的目的是 他仍然不想放弃这个案子 不光是自己的好奇心 也因为自己被神秘人所伤的原因 他们在这里查找完线索 小和没话找话的和赵清晨聊天 赵清晨说的话 好像很熟悉管理局的制度 还很熟悉小和的同事宋宇珍 这让小和很意外 却不知道此时的神秘人幽灵 正在一家蛋糕店 享受着属于他的那份快乐 幽灵好像很久都没有吃过蛋糕了 一口蛋糕好像让他陷入了回忆 当他拿起手机 里面的新闻确实还未发生的事 当一个高官正要收受贿赂时 却在一瞬间发现皮箱不见了 没错 幽灵出手了 只见他咕噜咕噜炫了几大瓶可乐 身边就放着装满钱的皮箱 他这样做改变了历史 会不会产生蝴蝶效应呢 转天 在管理局 女领导和机密情报部人员交涉 看着里面的情况 好像发生了分歧 原来是他们发现幽灵的案子 被情报部接手了 几个手下纷纷对局长抱怨 小和也义愤填膺的说了一大堆 质问女领导不管不顾手下 转过头 小和却找到女领导道歉 说自己一时冲动说错了话 希望领导不要怪自己 说完还要帮女领导倒水 抚摸了领导的手 领导并没有被他的美男机诱惑 直接转身离开 当其他两人也离开后 小和转身看向刚才女领导拿着的水杯 他将手包裹上指纹膜 然后按在电梯的识别系统上 电梯显示出特殊楼层 男人按下了13楼 进入到一个禁区之中 他找到一个纸箱 回忆自己脑中记者的号码 翻找箱子中的秘密 看到一块97年的硬盘 他将硬盘插到手机中传输内容 然后翻看其他机密文件 就在手机传输即将完成的时候 他感觉到异样 原来国家管理局的员工小和 趁自己部门的崔局长离开时 进入了他的办公室 崔局长收到预警短信 返回办公室 将正在收拾垃圾的小和抓个正着 事后 崔局长查看监控回放 小和只是替自己倒了垃圾 然后帮着清洗了水杯 并没碰其他的东西 崔局长暂时放下了怀疑 但是他绝对想不到 小和替换了他的水杯 并将水杯带给了赵清晨 他希望赵清晨能够帮自己 拓下水杯的指纹 并制作指纹膜 赵清晨认为这样做是违反规矩的 但小和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保证 并答应赵清晨 得到的消息一定和他共享 然后告诉他 这个指纹的主人是谁 赵清晨心中对幽灵的好奇也很强烈 权衡轻重之后 他选择了相信小和 小和带上指纹 拿到了藏在禁区的秘密资料 然后迅速开车离开 但是他并未发现 他的慌张已经被停车场的监控记录 小和找到偏僻处 拿出电脑 连接到管理局的网络 黑进了监控机房 将飞局长的画面替换成 自己的行动轨迹画面 管理局防火墙已经发现了他的入侵 管理员正在检查各个监控的异常 小和的手越来越快 就在管理员走到旁边的时候 小和已经完成了修改 撤出了系统 管理员并未发现一样 晚上回到家的小和 详细地看了偷回来的视频 在1997年 一个女人 莫名其妙地出现在一个男人的身旁 并用诡异的东西 将男人杀害 男人全身被烧焦 死状悲惨 而一旁的小男孩被吓得尿了裤子 小和看着视频 早已泪流满面 而其他的视频显示 这个女人在几分钟时间 去了世界的各个地方操作电脑 然后再消失 小和在秘密视频中 并没有获得太多东西 然后他与赵清晨见面 将视频与他共享 他告诉赵清晨 能够行走在时空的女子幽灵 就是建立防御网 保护了地球免受太阳粒子攻击的人 赵清晨认出了 被杀害男人带着的小男孩 就是眼前的小和 小和表示 就算是保护人类的英雄 为什么要建立在杀人的基础上 历经十几年 这个神秘人的年龄面貌丝毫没有变化 甚至在不久前 还就下了杀人犯金马路 这到底是为什么 杀人犯饿的不行 前回曾经的住所想要找吃的 他却不知道 附近已经被特殊部门包围警戒 ABC等等 好多地点都对不空 当C点的狙击手报告完正常 就被人打晕了 神秘人幽灵 出手解救了杀人犯金马路 而拿完东西的金马路 弄出声响却被老太太听到 金马路正和老太太僵持不下时 警员出动想要抓捕他 但这是他们的幌子 他们只是想在金马路身上安装追踪器 金马路慌不择路地逃跑 后面大批的警员跟在身后 金马路顺势逃进地铁站 然后上了地铁 穿过人群还是没有甩掉警察 他只好找到门口等待着 好几个警察按着跟踪器的指示 已经将金马路包围起来 后方将幽灵的画像发给了警员 这时 一个头戴帽子 还戴着口罩的女子走到金马路身边 一个警员发现后 怀疑幽灵出现了 其他人也握紧了枪 他们都在等待时机 当地铁到站 车门打开 金马路顺势就跑了出去 而警员却摘掉了女子的帽子 发现并不是幽灵 转身赶紧追击金马路 就在金马路就要被抓到时 画面出现了扭曲 时间被重置 历史被改变 金马路再次出现在地铁上 站在了车门口 这一次 他发现玻璃上映着的人影 神秘人幽灵一句话都没有说 上去就抢过金马路的包 从中翻出了追踪器 又扯过衣服 在衣脚上又一枚追踪器 他将衣服扯下并扔掉 回头看看追过来的警察 转身就走 金马路见状 知道这个女人在帮助自己 他选择了跟着神秘人 他们走后 警察发现被扔下的衣服 只好顺着人群继续追击 他带着他穿过厚厚的人群 走过地下通道 金马路不知道这个女人带他去哪里 身后落下的栅栏将他截住 金马路赶紧转身 却发现女人已经不见 他还没反应过来 再次回头 却发现女人已经出现在栅栏外面 金马路疯狂地大叫 他要杀了这个女人 但是他根本出不去 而女人不理睬金马路的疯狂 坐下 拿出巧克力大口大口地吃着 而疯狂大叫的金马路 看着女人吃完巧克力 又大口喝起可乐 这可把金马路整馋了 她的声音在深深的地下响起 却根本传不到外面 神秘人幽灵多次救下他 为什么又将他关起来呢 他拥有改变时间的能力 他能跳下楼瞬间消失 他是创建网阁保护地球的神秘人 却在保护一个杀人犯 一名探员和饭店的老太太因此受伤 负责抓捕的负责人认为 是搜查的情报有误导致的行动失败 直接将原因怪到女局长的部门 赵清晨来到事发现场 发现这里已经被所谓的警察封锁 赵清晨担心老太太的安危 他谎称是饭店老太太的女儿 却被人发现车上粘贴的警员标志 并以妨碍公务 将赵清晨带到管理局关押前 小和和同事宋宇珍 负责对赵清晨进行盘问和警告 如果他继续参与此事的话 有可能丢掉警察的工作 宋宇珍想要说什么却没有张作 紧跟着同事替代了宋宇珍 宋宇珍回办公室的时候 发现了安保部门的人离开 女局长竟知道 赵清晨是宋宇珍的前妻 看来就是刚才出去的安保汇报的 宋宇珍表示 这属于自己的私事 女工作无关 女局长让宋宇珍不要参与到 赵清晨的事件当中 被警告后的赵清晨打车离开 来到事发现场取车 从附近小麦店老板的口中得知 昨晚发生的事 除了老太太 还有一个人受伤 小和在办公室看到女局长在等电话 他通过淳宇得知 有两个人受伤的事 杀人犯金马路在地下室 用手机试着能不能连接上网络 连上网络的第一件事 就是搜一下他杀人的事件 顺便看一下菜肴图片望眉止渴 越看越饿的金马路 却摸到了上锈的锯条 他果断趁着神秘人不在 利用锯条锯断栅栏 此时 神秘人在一家便利店 他虚弱的面容好像有一场大病 他还不知道 金马路已经逃离了地下室 并呈上了地底 当神秘人带着食物来到地下室 看到被锯断的栅栏 和空无意人的地下室 他将手伸进衣服 红色的光芒亮起 时间被倒流 睁开眼 没有人 再次倒流 睁开眼 还是没有人 当看到被锯断的栅栏被恢复 地下室中的金马路 正拿着手机查找网络 神秘人再次改变了时间 一名女警因为管得太宽 竟被调离工作岗位 赵清晨一生气 果断找到领导要求休假 然后找到医院 想要探听受伤探员的消息 医生被管理局受益保密 所以什么都没有告诉他 可小河趁着午休的时间 也找到了医院 他利用管理局的身份 拉走了赵清晨 然后找到医生套话 得知了受伤的探员 是被类似于电击的方式受的伤 但是具体的凶器并不知道是什么 事后 他和赵清晨交流内容 受伤的二人并不严重 神秘人没有下死手 没有像二十多年前那样 利用神奇的石头 将人烧成焦炭 小河很气愤地表示 应该是神秘人已经验了 将人烧成焦炭的感觉 所以才没有下死手 赵清晨自己在网络上 查找二十年前清洁工被烧成焦炭事件 发现事情和小河说的一样 但是当时的男孩 和小河的名字并不一样 女局长与领导视频通话 他对相关部门的不信任生气 还因为领导对他们部门消息不互通生气 领导说 大家都是为了抓到神秘人 一起在努力 他想知道神秘人是如何操纵时间的 而女局长却想知道 神秘人为什么在二十多年前 将人烧成焦炭 这需要多大的仇恨 后来女局长突然想起那个小男孩 是清洁工领养的孩子 在清洁工死了几年后 因为联系不上 相关部门则将男孩标记成死人 警方建议女局长 可以找找男孩的养母 也许会有消息 宋宇侦查到赵清晨被调离的消息 小河发现了他的异样 宋宇侦转身离开 小河用电脑进入管理系统 找到宋宇侦查看的页面 也知道了赵清晨的事 然后 小河给家里的护工打了电话 希望护工能够晚些再走 护工则表示帮他找其他的护工来替办 然后 小河电话约了赵清晨 下班后见面 可下班后 小河却见到 宋宇侦和赵清晨在楼下讲话 小河不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 所以没有打扰二人 只是发了短信告诉赵清晨 说自己有事 暂时来不了了 当小河回到家 和离开的护工打了招呼 护工低着头并没有多说话 好像不想让小河看到自己的样子 小河并没有多想 还没有进到母亲的房间 好像发现了什么异常 而刚出门的护工 这不是那个神秘人幽灵吗 他为什么要冒充护工 管理局开会研究决定 鼓动全国五千万人 去寻找24年前 创造防御网的神秘人 还有被他解救的杀人犯金马路 然后再传出防御网出现故障 有可能会吸引神秘人自动出现 韩国主播在大街上 为了流量和热度 就敢调戏美女 看到戴帽子的流浪汉 也得上去巴乱巴乱 只因为他们的穿着 很像被悬赏的神秘女和金马路 他们分别被悬赏七个人 很快 有两个二伙 在地铁站遇到了真正的神秘人 他们不光对女人说着不堪的语言 还上去动手动脚 甚至拉扯神秘人的头发 而地铁站的宝洁大妈看不下去了 以打扫卫生替女子走 还说垃圾就都得清扫出去 两人恼怒大妈的做法 上去拽住大妈就要等 可被来这里调查案件的赵清晨阻止 赵清晨拿出饮水锅 吓得两个货逃之夭夭 当这两个货跑到桥下 放下心情大松了口气 神秘人幽灵突然出现 二伙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神秘女摘下眼镜 又将头发放下 这不是明摆的七个阴影 两个二伙认出她就是被悬赏的 他们冲向了神秘女 想要抓住她 下一秒 三个人瞬间消失 时间被禁止 空气都不再流动 当神秘女再次出现 身边围绕着雪花 她好像被动得发动 戴上眼镜 绑好头发 离开的地面上 还留着未融化的冰雪 而地铁站的宝洁大妈 发现地铁站的一个废弃仓库 被里面大叫大闹的人 吓了一跳 大妈返回 正好遇到 拿着地铁平面图巡来的赵清晨 赵清晨拿着枪进入仓库 发现栅栏里的无一人 她按下开关 打开栅栏 被藏起来的金马鹿抓到手腕 手枪掉在地上 二人打在一起 金马鹿趁机掐住了赵清晨的脖子 这个被枪指着的男人 价值七个亿 女人空放一枪吓唬男人 男人被吓得嗷嗷直交 可他也不知道幽灵在哪 当管理局催副局长 得知杀人犯金马鹿被抓 赶紧带人来到警察局交涉 警方对管理局的做法很不满 每次抓到人就带走 最后功劳却不是他们的 可没办法 管理局谁也惹不起 队长示意把人交给管理局 没想到这时赵清晨冲了馆 拿着枪指着催副局长 这个行为把队长吓了一跳 知道赵清晨比较好 没想到不只是好 还比较愣 谁承想 副局长根本不生气 还让赵清晨开枪 赵清晨知道 管理局对外宣称 保护地球的防御网出现故障 是为了引出神秘人 幽灵 副局长没想到 赵清晨收集到不省信息 赵清晨想要看看管理局有多大能耐 能否抓到神秘人 二人达成合作 副局长带赵清晨去管理局掌掌见识 副局长觉得 赵清晨如果在管理局工作 更能发挥出自己的能力 赵清晨却觉得 不管自己是否适合管理局不适 如果抓到神秘人 还不知道管理局这个部门 还能不能继续存在 因为这个部门 感觉就是为了抓到神秘人才设立的 副局长为了神秘人幽灵 已经寻找了24年 他希望能够活捉幽灵 了解幽灵自由时空的能力 就能改善人类生活 还能推动人类历史的发展 与此同时 管理局大楼里 遍布藏起来的武装人员 他们的目标就是神秘人幽灵 监控是则盯着屏幕上的动静 这时接到副局长的消息 让他们降低防御等级 因为等下有警员赵清晨过来 身上携带的枪支会触发警报 在他们降低防御等级的时候 监控画面上有人引出现 这正是他们要寻找的幽灵 监控警报开始报警 监控是赶紧汇报幽灵的行动路线 所有隐藏人员进入紧急状态 与此同时 副局长带着赵清晨警 到达管理局大门口 当幽灵来到防御网控制时 发现防御网没有故障 他知道自己被骗了 隐藏的武装人员对着幽灵射击 可幽灵再次消失了 子弹根本没有伤到幽灵一丝一吼 整个管理局开始进入一级界 这时 副局长等人进入大厅 副局长接到手下汇报 武装人员对幽灵射击的不是麻醉弹 而是实弹 哪知道 这时幽灵竟顺移到大厅 隐藏的武装人员对着幽灵拍枪 幽灵中弹了 手中的神秘石头失手脱落 而副局长也被子弹击着 自从神秘人幽灵被抓 管理局上下对重担身亡的副局长 没有一丝悲伤的气氛 就赶紧迎接部长的到来 他们都对被抓的神秘人好奇 如果能解开神秘人 幽灵身上的秘密 就能够掌控控制时间的能力 小河和宋宇珍也趁机跟随 到达他们以前到不了的境区 由于部长在 管理局局长没有在意小河及宋宇珍二人 实验室内 研究人员正在对幽灵进行实验 通过扫描得知幽灵体内存在异常信号 泡菜人在美女胳膊上一顿痛苦 残忍程度让众人不敢直视 他们在美女胳膊上取出一块芯片 他们分析 正是通过芯片 将大脑的神经信号 转化成电子信号 而那个神秘的金属石头 有可能是将电子信号 转化成运动信号的装置 可金属石头的内部构造 以目前的技术还分析不出来 部长得到了目前已知的消息 然后喊来陪同人员 在金属石头以及幽灵身边拍照灵面 要求他们尽快分析成果 局长说会做切片研究董宝 而部长在意的是 尽快研究出如何顺意的装置 小和在室外看着领导的谈话 他从淳于中得知了不好的消息 有点紧张的状态 让旁边的宋宇珍看在眼里 这时局长宋部长离开 因为副局长重担身亡 局长让宋宇珍暂时管理部门工作 然后让他们二人离开 可突然再次叫住宋宇珍 神秘兮兮的让他来到实验室 竟然让他给幽灵注射药物 宋宇珍给幽灵脖子扎下一针 疼痛让幽灵大声喊叫 食指张开 可是药物并没有起作用 对于宋宇珍的问话 幽灵什么也不说 局长示意宋宇珍在扎一针 第二针扎下去 幽灵再次疼痛能源 这一次当他们问道 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幽灵虚弱的说他生于2091年 局长着急的问 到底是怎么来到这里 又是怎么回到过去的 幽灵只是小声的说不对 宋宇珍想知道 他为什么来到这个年代 幽灵这时已经痛得流出眼泪 直直地看着宋宇珍 而此时的赵清晨 正在观看副局长重担的视频 他觉得当时如果自己不来这里 有可能副局长就不会 在那个时间出现在大门口 而保安也说自己有错 如果不按照上级要求 降低了防御标准 这些武装人员就不能带着实弹进来 保安后悔自己的做法 说曾经也有个人也是在大门口 死在自己的眼前 如果当年自己不放保洁公进来 保洁公就会带着孩子回家 也就不会死于大门口 这时小和找来 要带赵清晨离开 赵清晨看到小和的异样 知道他想要做什么 劝告小和 这些人连副局长都敢杀 你就放弃吧 因为你现在的表情 所有人都能看出你的弹算 赵清晨还想劝解小和 说自己知道视频 被神秘人烧死的就是小和的父亲 而小和就是那个孩子 小和不想承认 但是他通过纯语 知道局长准备要破坏掉金属石头 了解里面的构造 这样小和的愿望就没有了 他还想着靠着金属石 能够回到过去 那样他的父亲就不会死 他能复活所有人 父亲 副局长 还有他的妈妈 当小和转身要离开 才看到保安在旁边 二人并没有说话 可小和的手机突然响起 竟是几条监控视频提醒 神秘人幽灵出现在小和的家中 看着摄像头 拿起针给小和的母亲注射 幽灵是什么时候去到的小和家 他和小和到底有什么纠结 当小和知道母亲被神秘人注射药物 赶紧和赵清晨来到13层 用枪威胁管理局局长 然后打坏门禁 询问神秘人 对他的母亲做了什么 神秘人告诉小和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救你母亲 然后看向自己的手臂 小和知道 想要救母亲 只能逆转时间 他打碎装着神秘石头的柜子 旁边的局长 对拿着神秘装置的小和 大吼大叫 说一定要让他们在监狱度过余生 还没等说完话 就被后面的宋宇针来了一针 然后再用针对着神秘人 告诉小和 不要再继续了 宋宇针以为 小和要将神秘石头还给神秘人 却没想到 小和拿起手术刀 对着自己的手臂割下 这个时候他们明白了 小和要做什么 他竟要求医生将芯片植入自己体内 小和来到一个支离破碎的空间 多次辗转 多次瞬移 他发现自己真的来到了 当时父亲工作的研究所 1997年 时间刚刚好 可保安竟将他错任成全博士 他管不了那么多了 瞬移到研究所楼内 发现时间是8点41分 而那天出事的时间是21点05分 他趁清洁工离开后 闪身进入到房间 告知孩子不要出声 这个孩子不知道是不是幼时的小和 他看到神秘人出现 瞬间击倒了一个人 然后拿走了身份识别卡 而清洁工看到倒地的人 则打了报警电话 然后清洁工看到了一个女人 正在操作电脑 清洁工跑过去拔下了识别卡 神秘人和他扭打在一起 而小和发现倒地的全博士 竟和自己一模一样 当他进入房间时 正好看到清洁工 被神秘人误杀的场景 清洁工还是死了 小和猛住了 那个孩子看到了这个场景 这次的穿越依旧没有改变 小和只好再次回到之前的时间 他提前拿走了全博士的识别卡 而全博士正和儿子通着电话 说自己要职业班 当神秘人出现的时候 被突然开门的小和吓了一跳 小和将全博士的卡交给他 放任神秘人进入 神秘人奇怪小和的做法 小和认为 神秘人杀死清洁工 一开始就是个失误 但他搞不明白 神秘人为什么非要回来杀他 而神秘人却疑问 为什么一直说自己杀了人 小和却不知道该怎么问 因为这个时间 杀人事件还没发生 神秘人也不知道 接下来会死 当神秘人问小和是谁 小和才想明白 所有人都将自己认错 而神秘人却没有 那就证明神秘人不是针对全博士的 只是想要那张识别卡 可神秘人却突然要不行了 小和赶紧上前扶住他 这一次 清洁工带着孩子 安全地离开了大楼 小和看着电脑上未完成的防御网 按照神秘人说的数据操作 可最后一项数据还没有说出来 神秘人竟然化成碎片 消失在这个世界 小和来不及多想 接下神秘人的电脑数据 可每次的数据都是错误 看着防御网建立的数值越来越少 小和再次穿越到2021年 看着自己的家却见到一个陌生的女人 来到大街上 发现马路空旷 行人武装到牙齿来去匆匆 而管理局这个部门也没有存在 瞬间 小和感觉到脸不刺痛 他发现自己被太阳严重烧伤 应该是1997年神秘人的防御网没有建成 导致太阳风暴爆发 所以世界变了 小和穿越到2005年 太阳风暴爆发的那一天 他到工厂想找到母亲 却得知这里根本没有母亲这个人 而母亲金敏善 也从来没有来过这个工厂 看来从1997年开始 产生了蝴蝶效应 父亲没有事 母亲也就不需要到工厂维持生计了 小和开心的笑了 这一刻他很高兴 可突然 外面响起警报 所有电干电线电器设备发生爆炸 小和想到母亲当年火灾变成植物人 他连忙回到车间 组织工人逃离 可到了大门口 却发现外面的天空五彩斑斓 小和让大家逃到食堂 打开水龙头让大家自救 新闻中播报 因太阳风暴影响 所有通讯网络设施以及卫星都停止了运作 外界的辐射相当于原子弹爆炸的5倍 小和听到新闻 这都是蝴蝶效应 因为神秘人消失 防御网没有建成 导致全世界暴露在太阳风暴下 当灵水设备启动 小和来到2021年的警局 找到自己的住址 当他来到家 发现自己家占地面积极大 母亲渐渐康康完整地和他打招呼 竟然喊小和为 全赛和 没有穿越的小和随母亲姓 全名是金赛和 父亲发现他有点发热 让他赶紧上楼洗澡 小和挨个房间参观自己的家 发现自己书桌上的信件也是全赛和收 看来1997年之后影响巨大 小和洗好澡后 父亲下班回来 母亲做了烫 小和一口就给干了 太长时间没有了父爱和母爱 让他留恋起这个家 他帮助母亲洗碗 陪伴父亲游泳 还发现被蝴蝶效应影响的金马路 在这里是一个服务生 当他陪着父母去公司 家里的佣人90度鞠躬 明显家里的生活质量很优越 当到达公司 他突然发现很多工人的脸十分猙獰 太阳风暴让很多人遭受改变 虽说平静的生活 但是看在小和的心中 让他感觉很难受 他想查询防御网 可网络上却没有防御网的一丝消息 他想查询2005年太阳风暴的损害 想了想 他删除了 他犹豫了 他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否正确 为了自己的幸福 却损害了全人类 他搜查到赵清晨的信息 发现他在一家图书馆工作 因为风暴 赵清晨竟也被毁了面目 并且只能靠手语交流 小和看了有点不忍直视 熟悉的人变成这样让小和接受不了 他逃了 回家查看因为太阳风暴的影响 很多人都被辐射烧伤 世界也因此支离破碎 他想好了 有了自己的想法 小和换回自己的衣服 看到父母深深的拥抱 和父母告别 父母因他的行为感到奇怪 小和穿越到1997年 拿到了全博士的识别卡 他决定自己编写防御网保护地球 当全博士发现自己的衣服没了 找到了正在编写程序的小和 这一次穿越 再没有了神秘人 全博士推开小和 想要拔下识别卡 小和赶紧喊爸爸叫停 说自己是赛和呀 全博士看着眼前和自己一模一样的人 大声质问怎么会认识赛和呢 然后二人撕打在一起 全博士很执着地想要拔下识别卡 但是却被小和阻止了 撕打的过程中 小和被全博士划伤了脸 这时 清洁工听到声音进来了 看到房间一模一样的两个人 清洁工不知所措 小和将手伸进兜里 想要再次穿越 全博士以为他要拿武器 赶紧冲过来制止 却被小和失误 推送到旁边的器具上 这一次 全博士死亡 小和失手杀了自己的父亲 还要怎么穿越 才能完美地救了所有人 难道必须死一个人 才能救了事件吗 还有 之前小和说自己的父亲被烧成灰 不是说他是清洁工的儿子吗 到底什么情况 这么乱呢 小和追上清洁工 大声质问 为什么每次你活着的话都会这样 这时 清洁工的儿子在门口探望 竟冲了出来 小和因为被咬 失手用神秘石击中了孩子的眼睛 他穿越到神秘女 给母亲注射药物的时候 发现只是很普通的维生素 神秘女穿越离开 小和穿越到 神秘女帮助金马路逃跑的时候 他想知道究竟怎么做 才能改变结果 只要他救了所有人 防御网就会消失 而神秘女却说不知道 她只知道杀掉清洁工是唯一的做法 说完二人开始你追我赶的穿越时空 神秘女劝告小和 不要试图改变什么 小和说自己一动了很多次都没事 神秘女的病态不是神秘 而是因为快消失了 小和猜测只有清洁工死了 神秘女才能活下去 而神秘女给金马路发完信息 告诉小和不要再参合下去了 小和看到现在的时间轨迹 还是按照以前的正常发展 赵清晨抓到了藏在汽车下面的金马路 神秘女献身救了他 金马路跑掉了 当金马路跑到小和的身边 小和赫然发现 这个时空的金马路眼睛被烧伤 金马路就是清洁工的儿子 就是那个被小和击中眼睛的孩子 当时间再次来到1997年 神秘女击中了全博士 将全博士拖进了房间 而清洁工顺利地带着孩子离开 小和知道这一次变得不一样了 他看着倒地的父亲 和身体变得虚弱的神秘女 他知道他需要杀掉清洁工 才能救了神秘女 他顺移到大厅截住清洁工 清洁工拿起灭火器想要反抗 神秘女突然出现 被清洁工用灭火器打倒 神秘女已经虚弱的就要消失了 小和再次顺移拦住清洁工 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却被神秘女提前将清洁工杀掉 清洁工按照轨迹变成了灰炭 保安发现了消失 以及站在窗前的小和 保安跑到这个房间 就被神秘女抓住想要杀掉 小和制止了他 如果杀掉保安 父亲就不会有人知道 只能在这里过了一晚才被人发现 他们放了保安离开 当小和来到2000年 他和孩童时的自己交谈 说自己是他父亲的朋友 他知道孩子家里发生的一切 让孩子早一点回家 而他却不让孩童的自己看到脸 他给孩子一个拥抱 他是在安慰孩子的同时安慰自己 当他的母亲起身简单收拾了桌面 去了厕所拽坏了架子 再次出门发现桌子变得整齐 他还以为孩子回来了 却收到了一封信 一封精神治疗的广告单 这应该是小和穿越来 将母亲发生意外的一切都扫除了 当时间回到了原点 小和回到了管理局 宋宇真正拿着针头对准神秘女 小和拿着手术刀割开了手腕 这一次他不是植入芯片 而是将芯片取了出来 正要还给神秘女的时候 宋宇真接到电话 原来门口被固定了炸弹 这时芯片已经植入神秘女的体内 宋宇真拿着电话走到门口 正在侧耳倾听门外的声音 门外起爆了炸药 他被瞬间轰成了虚无 小和将手枪扔出去 抱住了赵清晨 气浪席卷而来 时间被禁止 宋宇真只留下了一副眼睛 神秘女启动了穿越装置 赵清晨回到了刚刚调离警局的时间 清晨立马拨通了前夫的电话 听到他还健在 才松了一口气 另一边 阿和在办公室走廊苏醒过来 由于之前 他多次使用幽灵的高科技 搞了许多事情 所以衣服沾满血迹 脸上也挂了彩 恰好宇真路过了这里 把阿和的情况汇报给了催妇局长 刚刚穿越回来的阿和 还是很惦记母亲过得怎么样 他先是查到了此时 自己的家在哪 随后去车回到家 母亲看到儿子脸上挂了彩 一边责骂阿和这么不小心 一边找药 当阿和看到母亲 在这个结果下健康地活着 便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很值得 他迫不及待地询问 关于父亲的事情 母亲也是第一次 对儿子说出了埋藏在心底的秘密 当阿和的父亲去世后 他被带到管理局 关于丈夫和清洁工的关系 可他确实不清楚 但这两个人又是在同一天去世的 所以管理局认定是丈夫杀害了清洁工 之后又自杀 从那以后 管理局便派人日夜监视着他 但毕竟丈夫是网格系统创始人 所以管理局并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 听到这里 阿和上网查询了关于父亲的资料 原来管理局为了让事情变得合理化 赋予父亲网格创始人的身份 自己变成了英雄之后 所以才会被安排在管理局上班 阿和转念一想 幽灵为什么会带自己和清晨 回到这个时间点呢 就在这时 清晨赶到了废弃的地铁隧道 因为这天应该是他在这里 抓捕金马路的日子 但这次金马路却不在这里 意外中 他发现了保洁阿姨的尸体 随后崔副局长带着手下赶往案发现场 在他们到来前 清晨偷偷收起了地上的垃圾 当崔副局长赶到的时候 清晨汇报着自己的推断 他指向卷帘门 事宜上面有动过的痕迹 这说明 金马路一直被幽灵关押在这里 而保洁阿姨 在金马路准备逃脱的时候 发现了他 所以被害了 地上有残存的食物垃圾 显然这里并不能叫外卖 所以食物一定是幽灵带来的 之后 大家一起离开了现场 虽然这次清晨及时汇报有功 但崔副局长并不想让他参与进来 清晨则表示 无所谓 只要尽快抓到幽灵就好 而此时 幽灵就在他们身边 远远地看着事态的发展 当他们离开后 幽灵再次出现在废弃隧道内 看着地上保洁的鞋子 内心非常矛盾 他拿出遥控器打算重新穿越 改变一下事态的发展 可想了想 还是放弃了 到了晚上 清晨来到阿和家中 想和阿和互通一下消息 阿和把使用高科技 多次穿越的事情告诉了他 二人也就此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来自2091年的女人 穿越到1997年 为的是在太阳风暴席卷地球之前 为地球建立防护罩 后来人们给这个罩子取名网格系统 可他却因为某种原因 不得不杀死一个清洁工 因为如果清洁工不死 自己就会消失 如果说因为建立网格 不得不杀掉清洁工 那么现在网格已经建立完成 他为什么因为就一个杀人犯 而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呢 结合之前 金马路一出世 幽灵就会消失 推断出幽灵和金马路之间 或许存在血缘关系 就在这时 阿和的母亲送来了饮品 当他走后 清晨感慨活着真好 或许这次幽灵 在清晨赶到之前 释放金马路的原因 是选择牺牲了宝洁 换来金马路的顺利逃离 和三个人的存活 阿和的母亲 催妇局长 自己的前夫宋宇珍 而阿和却说幽灵 当时给母亲注射的是维生素 而且他还知道网格故障是假的 所以也应该是在幽灵的计划中 之后他们达成共识 选择将计就计 看看幽灵究竟想让他们做些什么 首先清晨来到了 曾经收养金马路的孤儿院询问情况 之后又到医院送去了花艳养门 没想到崔副局长 一路上跟踪他来到了孤儿院 表明身份后 他要求院长 把刚才和清晨的谈话内容告知自己 院长也很配合 金马路是被遗弃的孩子 来的时候不肯说话 大家以为他有智力障碍 便给他取名为金马路 重新给他上了户籍 后来有一天 金马路突然开口说话 原来随着年龄的增长 小时候的心灵创伤 慢慢被治愈 说出了自己原名叫李史渊 孤儿院试图 与他的父母取得联系 查找过程中 得知金马路在一岁左右被收养 后来又因为养父去世 不得不弃养 为了确认幽灵是否也来过 崔副局长给院长看了幽灵的照片 院长虽然没见过幽灵 但他表示刚才来的女警 也向自己展示过这张照片 副局就纳闷了 清晨只是个刑警 为什么知道的比自己还要多 带着疑问 他盘问了清晨的前夫宋雨珍 几个回合下来 可以肯定不是他泄露的消息 既然不是雨珍 那就只能是阿赫了 女人正在一针一针地查看监控 视频中的男人前一秒还在打电话 下一秒就摔倒在地 在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女人不禁想起了97年清洁工被害当晚的监控 真是不看不知道 一看下一条 画面中幽灵的帮凶 竟然和阿赫的穿着一模一样 崔副局长终于明白 当年协助幽灵杀害清洁工的人 并非阿赫的父亲 而是阿赫本人 随后 他立即找到了阿赫对质 但阿赫始终不承认自己穿越的事实 这时副局的手机响了 金马路被捕 就在刚才 鸡长鹿鹿的金马路 在领取爱心早餐的时候 被附近的监控拍到 此时已经被捕 现在正在押送回管理局的路上 阿赫想起幽灵对自己说的话 也许自己的牺牲将会拯救更多的人 于是他决定重返管理局 阿赫借口回家换衣服 给清晨分享了金马路被捕的消息 而此时 鸡贼的崔副局长 分别给阿赫和清晨都拨了电话 果然都在通话中 这就印证了自己的判断 一定是阿赫泄露消息给的清晨 电话挂断后 阿赫向清晨告别 无疑 这表明了 他为了拯救人类 而牺牲自己的决心 阿赫驾车 在这崔副局长 赶往管理局的路上 聪明的女人 结合现在的已知消息分析出 幽灵极力保护的金马路 或许就是他的血清 如果金马路没了 也就不会有将来的自己 与此同时 清晨接到了医生打来的电话 DNA化验结果出来了 这也就是说 幽灵是清晨的后代实锤了 但是隔了几代 却不得而知 而当清晨询问样本的 父系血缘关系 有没有定论的时候 医生则表明数据上显示 大概率是金马路 所以这也就解释了 和幽灵交过手的人中 只有自己存活的原因 幽灵是自己的后代 所以在他保护金马路的同时 也不能让清晨出世 阿和载着崔副局长赶回了管理局 恰好此时 嫌犯金马路也被押送回来 安保队长正给他拍照发朋友圈 看到领导来了 匆匆收起了电话 崔副局长叫着金马路小时候的名字 看他没有反应 还把阿和推到他的面前 成功唤起了他封存已久的记忆 面前的男人就是杀害父亲的帮凶 金马路再也忍不住了 对着阿和扑了上去 死死地扼住他的喉咙 众人虽想上前拉架 崔副局长却不让大家轻举妄动 目的是要听到金马路 亲口承认自己的身份 但金马路报仇心切并没有多说什么 阿和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挣脱了金马路的魔者 随后金马路被收押 而再次返回管理局的阿和 也被押送到实验室 二位局长本想对阿和用刑 让他说出他所知道的全部 而阿和却表示 就在阿和解答了他们所有的疑问之后 二位局长也觉得阿和不像是在说谎 但想抓住幽灵 唯一的办法就是同时 把金马路和阿和都放出作诱而引出幽灵 但他们却不知道阿和懂宠语 所有的计划都被阿和掌握 在局长的安排下 安保在金马路身上偷偷安装了定位装置 然后假装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 给金马路创造了一个逃跑机会 就在他逃出管理局的时候 幽灵故意挡住了清晨的汽车后视镜 从而可以让金马路顺利逃 管理局为了抓捕幽灵 还专门研究了一套通过人体发出的电磁波 做出实时定位的装置 因为普通人发出的电磁波非常微少 而他们发现经常使用穿越装置的人 会发出很高的电磁波值 所以只要跟着金马路 排查他身边磁场高的人 就能抓到幽灵 监控许久 高磁场出现了 一定是幽灵现身了 所有外勤人员立即展开抓捕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故意撞倒了金马路 趁机转移了他身上的定位装置 导致管理局跟丢了金马路 而此时监控中 幽灵产生高磁场消失了 崔副局长分析幽灵这次现身 应该是为了救下金马路的 随后下令一定要把他捉回来 不能陪了夫人又折兵 而此时躲在暗处的金马路 看到阿和走来 满脑子都是面前的男人 帮助幽灵杀害父亲的画面 现在仇人近在咫尺 金马路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他趁阿和不注意 抄起地上的钢筋 直接击了阿和 即将去世的阿和百感交集 他想起了穿越时和幽灵的对话 阿和追问 他要牺牲多少人 才能顺利完成幽灵沉默 而目光却注视着阿和 阿和终于明白 下一个牺牲的人将会是自己 阿和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幽灵也穿越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世界 你所看到的画面是2091年的世界 是这个女人穿越到过去 创造了网格系统 拯救了即将遭受太阳风暴席卷的地球 换来的平安祥和 正当女人感慨一切都是来之不易的时候 她看了看自己手中的穿越遥控器 自己明明没有启动装置 时间却突然停止 这就说明有未来的人来到了这里 还没等他想明白 时间回到了金马路逃跑的时刻 这次幽灵来不及阻挡清晨发现金马路的逃跑 清晨一路追逐着他 途中遇到了阿和 为了保证清晨的安全 阿和不想让他参与进来 但清晨天使不听 无奈之下 阿和只能带着他继续抓捕任务 一路上 清晨关切地询问阿和的伤势 像急了一对情侣 但没成想金马路就在二人身后 清晨抱怨这一切都是金马路造成的 暗处的金马路越听越来气 捡起地上的扳手 朝清晨砸去 千军一发之际 幽灵出现 时间静止 他试图阻止金马路 结果一个男性幽灵出现了 直接带走了幽灵女 导致清晨这边没人阻挡 就在这危急关头 阿和挺身而出 救下了清晨 随后清晨开枪射杀了金马路 阿和却倒在了血泊之中 万万没想到幽灵男 也有着幽灵女同样的能力 不同的是他手里的遥控器 发出的是蓝光 短短的几秒内 两道光穿梭于不同的空间 缠斗一段 当他们打斗完毕回到现场时 阿和和金马路都死了 而幽灵女却没有消亡 也就是说 金马路并不是幽灵女的祖先 一直保护他到现在的作用 就是利用他干掉阿和 阿和去世后 从清晨的状态来看 如果阿和活下去 势必会和清晨组成家庭 导致幽灵女不会降生 此时副局长突然通知大家 幽灵就在现场 没等他们动手 幽灵女暂停了时间 因为他看到了天空中 慢慢退去的网格 所以决定让故事再次来过 不料这次穿越未能生效 他以为是幽灵男搞的鬼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 随后幽灵女 躺在了一个空旷的房间 生死不明 一个神秘男子和幽灵男 出现在画面中 由于抓捕过程中 出现了两个幽灵 崔副组长取得重大发现 自己的部门终于得到了重度 而阿和的葬礼后 情绪低落的清晨 被前夫宇珍再次表白 清晨想起近期发生的事情 便同意了这段感情 风波过后 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清晨被调到偏僻的小渔村工作 还诞下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没具体表明 孩子的父亲是谁 这天当清晨正带着女儿 欣赏美丽晚霞的时候 宇珍驾车前来 声称即将要有大事发生 接走了五女二人 随后管理局发生了爆炸 准确地说是 每个时间阶段的管理局 都发生了爆炸 保护地球的网格系统 从而也消失殆尽 另一边 清晨母子被宇珍 带到了一间仓库的老 奇迹发生了 阿和竟然缓缓走了出来 紧随其后的 还有幽灵 幽灵接过孩子后 众人便一起进入了草 迷惘追凶 第一季戛然而举 留下几个问题 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探讨 首先 神秘女人一直保护着老金 为什么最后又让她死了 第二 小陈的孩子究竟是和谁生的 第三 最后出现的两个神秘男人 为什么要摧毁网格 第四 神秘女人明明躺在了石台上 为什么最后又出现在屋外 第五 小和也已经死去 最后为什么又复生了 故事结尾留下的谜团 预示着第二季 将会在不久之后来临